第1313章 明天会更好 夏 在爬上了一处较多的山坡后 庄睿长长地叙出了一口白色的气体 它已经来到了雪山的中上段 这里常年寄雪不化 气温都是在零度以下 要说今天并不是登山的好日子 因为风势比较大 狂风将山上的积雪吹起 弥漫在前行的道路上 让人根本就看不清脚下的山道 用手脱了一下背后那足有一米多高的超大背包 抬头看了看高耸入云的风顶 庄睿的面色有些发涂 原本庄睿就想携带个野外帐篷和一点补给出来的 没想到秦宣兵不放心他一个人登山 有用没用的玩意儿都给他塞到了包里 只是 秦宣兵也不想想 这山势陡峭 积雪露滑 带那么多东西不是害人吗 有好几次 庄睿都重心不稳 差点没摔下去 相比庄睿的狼狈 白狮就潇洒得多了 脚上长着厚厚的肉垫 还有那锋利的爪子 让白狮在雪山上如履平地 如果不是等庄睿 估计他现在已经爬到峰顶了 不过 由于今年的幼崽刚出生 雪傲留在了北京 并没有随行 这让重返故地的白狮的性质却不是那么高了 白狮 休息一下吧 庄睿这一口气爬了差不多有三四个小时了 虽然体质过人 但热量的消耗还是需要补充的 找了一处略微平坦点的地方 庄睿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些食品 在自己嘴里塞了块巧克力后 庄睿剥了五六根 婴儿手臂般粗细的火腿肠 都丢给了白狮 他也不怕这玩意儿动得硬棒棒的 以白狮的牙口 估计连钢筋都能咬断掉 这点自然是不在话下了 将吃剩下的塑料包装放回到背包里后 庄睿站起身来 继续往上爬去 虽然这次携带的物资有点多 但比起常人来 庄睿的速度还是要快速许多 诶 血迹 在来到距离峰顶还有四百多米的地方 庄睿发现一处平缓的山坡前 那冻得极其硬实的积雪上 有血迹喷洒的痕迹 看来 这应该是洛塞湖那帮子人 走遇金雕的地方了 庄睿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地形 不禁有点后爬 如果不是这平坡上方 就是凸起的岩壁 正好遮挡住了下面视线的话 恐怕 金雕还没那么容易掏出去呢 在网上爬了两百米左右的高度 雪山已经呈现出冰川形态了 一根根巨大的冰柱拔地而起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映出了绚丽的光彩 一个小小的咳嗽声 都能引起巨大的灰音 诶 没想到前面还有人呢 不会是盗猎者的同党吧 在徒手攀上一处崖壁后 庄睿竟然听到了人声 他没想到 在这堪称人类禁区的地方 还有人在活动 不由加了一份小心 释放出了眼中的灵犀 啊 原来是只登山队呢 在释放出灵犀后 庄睿看到 在距离它四十多米高的地方 一个四人的登山小队 正艰难地往上攀爬着 除了攀登必备的设施之外 他们并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 此时的雪山坡度已经在六十度以上 在这上面 人根本就无法支离行走 那四个穿着钉鞋的登山队员真的是在爬山 整个身体都几乎扑伏在了冰面上 而庄睿虽然背了一个硕大的背包 但是架不住他腿上有力呢 几乎每一脚踩下去 都能将长长的鞋钉深深地钉入到地面被动得极其坚实的兵中 看上去伸一脚前一脚的爬得很辛苦 其实速度却是非常的快 哎 哥们 你们几个人哪 要不要我们放下绳子啊 到了这种高度 空气已经极为细薄 前面的几个人也终于发现了庄睿的存在 国内的登山极限运动 尚且处于发展的雏形 这四个人都是来自同一个登山俱乐部 能在这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地方见到同行 无疑是一件很让人愉快的事情 就我一个人 庄睿大声回应了一声 不过山上的风势是往下吹的 他刚一张口就被灌了满肚子的血 估计喊出的话对方也没能听到 就 你一个人 当庄睿爬到与他们平息的地方后 几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登山队员 不由都瞪大了眼睛 像是看怪物一般的盯住了庄睿 有个人伸着伸头看向庄睿的下方 想瞅瞅下面是不是还有人没上来 当然 除了体型庞大的白师 他却是没能再看到一个同类了 这让几个人惊恶莫名 要知道 在这种地方 玩登山极限运动危险性是非常高的 一般来说 都是四五个人组成登山小队 相互协作之下 才有可能登到峰顶 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玩法 就是花钱雇人 连拉带台的硬生生的把自己给送上这高山之点 只感受那种山高人为风的感觉 那位号称数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地产大亨 就是这么玩的 知悉 那哥们儿一次登山就要花费上百万美元之多 但是 像庄睿这般单枪匹马的独闯大学山的 眼前这个登山小队还真是没见过 这不是老兽型上调 嫌命长吗 当然 国外有些极限运动的高手 将来都是独来独往 但是 这不是在国内吗 这哥儿几个还真没听说过 国内出现过这样的牛人呢 啊 这山我爬过 难度不是很大 所以 这次就自己 啊不 和白石一起上来了 这是我的伙伴 他不会咬人的 庄睿也知道 自己的出现比较突兀 所以 看到几人一副见鬼的表情后 笑着给他们介绍了一下白石 嘿 哥们儿 您这牛呢 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大学山呢 哥们儿 你这是藏牢吗 怎么像只狮子似的 在听到庄睿口中的声音后 这哥儿几个终于确定 庄睿不是传说中的雪怪了 当下 围着庄睿七嘴八舌地问起来 在他们眼中 庄睿浑身上下都充满着神秘 庄睿笑了笑 在风口扯着喉咙说话 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当下 伸手指了指上方 说道 走吧 上面有个避风的地方 上去再说 妈的 这 这还是人吗 看着庄睿连把登山杖都不拿 带着白石就蹭蹭蹭地赶到了他们前面 登山小队的几个人顿时看直了眼 他们在俱乐部所学到的登山知识 完全都被颠覆了 等他们来到庄睿所说的避风处的时候 已经是二十分钟后的事情了 看着面前的银色的每只瓦斯炉和上面已经快烧开的水 还有地上的大块风干肉食 各几个 差点没一头栽下山寻 这都什么人呢 一个人登山 居然连锅碗瓢勺都带上了 难道他不知道登山要进最大限度减轻负重吗 就像是四十年前的登山生 重大二十多公斤 而现在 具有同样功效的登山生 不过一点五公斤 这都是为了减轻负重所改善的 但是 从庄睿那虚眼的背包口看 这哥们儿最少也背了四五十斤重的东西 庄睿将冻得硬斑斑的羊肉扔进了锅里 招呼道 来来来 站着干嘛 坐 都坐 喝口热烫暖暖暖身子 几个疑似在梦中的家伙 听到庄睿的话后 才清醒了过来 连忙起开背包 将头上捂得严严实实的帽子摘了下来 坐在庄睿正对面的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登山队员 在看到庄睿的脸后 发出一声惊呼 你 你是庄老师吧 你认识我 庄睿文言弄了一下 没想到 在这人际罕至的大雪山里 居然还有人认识他 嘿 庄老师 您老有名了 听说世界冒险者协会都给您发邀请书了 您可是我的偶像呢 这一口东北话的哥们挥舞着手臂 那样子简直比追星族还要狂热 在见到面前的神秘人士庄睿之后 他们心中的疑惑也全然消失掉了 庄睿并不知道 在国内 甚至世界探险界和科考界 他已然成为了一个传说 海盗岛的发现 尘封千年的海底宝藏出水 以及成吉思汗林的吻事 使得庄睿名声大噪 要知道 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可能都是常人一辈子也无法完成的 在那些国内出具雏形的探险者们的眼中 庄睿呢 简直就是火眼金睛 三头六臂般的神话人物 眼前的这几位自然也不例外 而庄睿一个人携带那么多物资的世界 也被几个兴奋的家伙都给忽略了 围在庄睿身边 问东问西 要求何也 就差没让他在内裤上给签名了 庄睿也是哭笑不得 没想到 躲在这海拔几千米的大雪山上 竟然也能遇到粉丝 看来 日后真的是要去宣瑞岛上隐居才行了 实在受不了身旁那热血的眼神 庄睿吃饭的速度都比以前快了很多 在两碗热汤下渡之后 天空中突然传了一阵阴鸣声 小金 庄睿抬头望去 金雕的身影从山的背面贴着封顶飞了出来 114章 生命的奇迹 金雕展开的双翅在阳光照射下 闪耀出朔朔金光 真如九天大鹏一般 在一片白雪矮矮之中 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多目 哥几个 你们慢慢吃 吃完了把东西丢着就成了 我下山的时候收拾 白师 走 见到小金的出现 庄睿大喜 或许他已经找到了雪豹 招呼了一声白事之后 也顾不得地上的那些锅碗瓢勺了 一手拿过背包 就往山上走去 神医的金雕在庄睿向上攀爬的时候 一直盘旋在他头顶上方数十米的高空 口中不断地发出阵阵的阴鸣声 这神奇的一幕 看得几个登山队员 沉默结舌之余 又百思不得其解 为何处在这大雪山食物链顶端的金雕 没有攻击庄睿呢 在二十年后 这四个人中的议员 屡次和世界著名登山运动员一起 征服了无数堪称是人类禁区的前锋 为中国登山界赢得了很大的荣誉 并且成为了中国登山协会的会长 在他出版的登山日记书中 上面详实地记录了这次和庄睿相逢的细节 书中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登山运动是人类向更快 更高 更强方向发展的进取精神的体现 更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积极向上的表现 看着庄先生远持的背影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要把这种无谓的登山精神延续下去 为中国的登山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相信 祖国的明天会更好 庄睿当然不知道 那几个和自己偶遇的登山队员在日后成为了中国登山界的骄傲 他此刻可不敢有一点的分心 因为越是往上 地势越是陡肖 手有不慎 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场 不过 庄睿究竟在这雪山上 上下两次了 加上扔掉了背包里的喷喷罐罐 轻身上阵 仅仅用了一个多小时 就攀过了这段常人需要花费五六个小时的路程 站在雪山之间 抬头看着似乎触手可摸的蓝天白云 庄睿一世间 豪行大发 仰天长笑起来 临近山顶处 基本上都是冰川地貌 庄睿倒也不怕形成雪崩 将下面几人给埋葬进去 巨大的回声 引得四股震荡 神游的积雪 往下扑驰扑驰滑落着 毁当灵爵顶 一览众山小 那种历尽前行 攀上峰顶的感觉 让庄睿无比的舒畅 世间种种 此刻都离他而去 心灵在这雪山之间 又一次得到了洗涤和净化 站在庄睿身边的白狮 也发出了低沉的吼声 加上头顶盘旋着的金雕所发出的英明声 沉寂了亿万年的大雪山 变得喧闹起来 突然 一声尖锐而具有穿透力的声音 混入到了这雪山之巅大合唱之中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庄睿的长笑戛然而止 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 小雪 是你吗 庄睿甩下身上的背包 转身往山殿的另一面抛去 和来时的那半面雪山不同 在雪山的另一面 此时却是春暖花开 斜斜的山坡上 长满了各种植物和地矮的灌木丛 庄睿顾目死亡 却是没有发现雪豹的踪迹 是我听错了吗 小雪 你在哪呢 庄睿的脸上露出一丝沮丧的神色 他所身处的大雪山 不过是这片山路中最高的一座 往后绵延数百里 还有着大大小小无数个风头 要是雪豹为了躲避人类而远离这里 谁知道他会藏在什么地方 庄睿可不认为 自己能将那数百里的山路都找过来 小心 下来 你不是说找到小雪了吗 庄睿美好气地冲着头顶的金雕吼了一声 从小将金雕养大 庄睿能听得出来 刚才他的鸣叫声里充满了得意 想必是完成了自己让他寻找雪豹的任务了 嘎嘎 金雕听到庄睿的话后 双翅一阵 飞到了庄睿面前 冲着山巅下方四五十米处的一个灌木丛 不停地鸣叫起来 庄睿宁宁神看去 那处灌木丛中 开满了浅白色的花 再仔细一看 里面似乎有个物体在移动 雪豹 白色的皮毛上布满了灰色的斑点 在这花丛中 雪豹的确是不怎么显眼 如果不是小金指点的话 庄睿怎么都看不到雪豹的存在 口中发出一声欣喜的欢呼 庄睿兴奋地冲着山下跑去 只是 在临近雪豹还有二十多米远的时候 庄睿忽然停住了脚步 小雪 是我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庄睿发现 雪豹对于他的到来 似乎有那么一丝迟疑 还有着一点惶恐 身形在缓缓地向灌木丛深处倒退着 庄睿没有使用宁气 他坚信 雪豹一定认得他 当初的宋别 在山顶发出哀鸣 久久不远离去的小雪 一定会认得他 庄睿一步一步幻慢地向雪豹走去 步伐很坚定 终于 雪豹不再往后退了 那双美丽的眼睛盯在了庄睿的脸上 身体慢慢地站了起来 一步 两步 雪豹向着庄睿迎了过来 他的步伐在变快 同样 庄睿也小跑起来 两者之间的距离在不断地拉近着 在距离还有四五米的时候 雪豹跳了起来 前肢搭在了庄睿的肩膀上 庄睿毫无保留地将身体要害呈现在了雪豹的面前 伸手搂住了雪豹的脖颈 庄睿只感觉 脸上一阵湿润 却是雪豹不断地在用舌头舔着自己的脸 就像是一个委屈的孩子见到了亲人 在不断地撒着胶 如果这一幕被拍下来的话 肯定能颠覆某些动物学家的理论 谁说猛兽不能与人和睦相处 谁说猛兽不能与人产生真挚的友情 从雪豹的眼神和动作中 庄睿感受到了那种纯净的不残杂一丝杂志的情感 这种感觉 让庄睿的眼中 沁满了泪水 好 小雪 让我看看 来 让我看看 庄睿伸出袖子 擦了下满脸的口水 打量起了身前的雪豹 不知道是不是庄睿灵气滋润的原因 相比几年之前 雪豹的体型要大了很多 身上的皮毛十分光亮 不过 那双看着庄睿的眼睛 依然是那般的纯净明亮 哎 小雪 你 你怀孕了 当看到雪豹的腹部时 庄睿愣住了 鼓鼓的腹部显示出 那里已经酝酿出了新的小生命 庄睿的心中生起了一阵感动 他知道 一般动物在快要生产的时候 都会给自己找个安全的地方 和准备充足的食物 而雪豹却是在金雕的指引下 选择了来见自己 那种超越了生命形态的信任 让庄睿眼中的泪水终于滴落下来 五 不知道是否因为见到庄睿时的兴奋 引发了雪豹生产期的到来 原本四肢站立着的雪豹 身体缓缓地趴下了 喉咙里发出了痛苦的声音声 这 这 我不会接生哪 看到这一幕 庄睿傻眼了 手忙脚乱的正准备帮忙的时候 第一个小生命已经诞生了 一个身上沾满了粘稠液体的小豹子 出现在了庄睿面前 小小的身体在风中微微颤抖着 发出一阵轻微的 类似猫一般的叫声 雪豹的眼中充满了慈爱的神色 扭过头去 轻轻地用舌头舔着那个小家伙 随之 用牙齿咬住了他头颈间的软皮 放到了自己腹部的下面 觅食是一切生物的甜线 在闻到了母乳的香味后 小家伙闭着眼睛 咬住了母豹的乳头 使劲地瞬息起来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雪豹不断地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十多分钟后 一共四只小家伙 安静地躺在雪豹腹下 喝着奶水 精疲力尽的雪豹眼中 却是透出了母性的光辉 这一幕大自然生命奇迹的诞生 让庄睿看得呆了 他甚至忘记了用灵气去帮助雪豹 或者 在庄睿的潜意识里 他更想让雪豹独立地完成这一母亲的责任 小雪 你做母亲了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这一幕 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一般 庄睿有种想流泪的感觉 身下的雪豹似乎也感受到了庄睿的情绪 轻轻地抬起头 用长着长长胡须的脸部 摸缩着庄睿的手掌 一如几年前对庄睿那般的留恋 庄睿的心脏被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包围住了 他在来到大雪山之前 一直都有种困惑 自己为何那么想见到雪豹 见到金雕的父母 现在 他明白了 因为 庄睿想得到一种信任 一种毫无保留的信任 一种将自己全部布光 呈现在对方面前的信任 而这种信任 是庄睿无法从别人身上得到的 眼睛一变的事情 一直压抑着庄睿 他不敢对任何人言说 甚至包括最亲近的母亲和妻子 庄睿同时也在害怕 害怕自己什么时候再会像得到灵性那样 突然地失去 事业上的成功 是人的恭维 并不能缓解庄睿这种压抑的情绪 这也是他渴望来到大雪山 让自己心灵得到净化的原因 但是 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 却是在刚才见证了几只小生命的诞生之后 在庄睿的心里产生了变化 他突然感觉到 在生命面前 一切都是那么渺小 母亲拉着一车眉球 庄睿和姐姐在后面推着 幼时生活的艰辛 仿佛画卷一般 呈现在庄睿眼前 虽然清贫 但是 那种生活却教会了庄睿坚强和自信 枪声详细 画面回到了典当行郁杰的情景 庄睿不知道 自己那会儿是恐惧多一些 还是对生的渴望更多一些 现在细想 应该是对生存的渴望吧 两万块钱 这书我买了 庄睿想到 自己第一次简陋的时候 不禁哑然失效 他并不认为 自己是奸商 换作股安市场那些掌柜们 能给那老太太两百块钱就不错了 翡翠的比率 杨织玉的润滑洁白 庄睿沉迷在了御师的世界中 缅甸赌视那种敛财的速度 让他曾经一度感觉到心惊肉跳 翡翠王 哼哼 庄睿自嘲地笑了笑 从最初听到这个名词的惶恐 到后来的心安理得 自己的心态 或许在那时就起了变化吧 和母亲一族的相认 让庄睿的眼界扩展了许多 在北京城的顶居 则是意味着 庄睿正式步入到了古安行里 那浓厚的文化底蕴 熏陶着庄睿的专业知识 缅甸野人山的黄金 海外海盗岛的宝藏 成吉思汗的黄金是 非洲丛林里的远古遗址 一次次历险的经历 像是放电影一般 从庄睿的心头闪过 德树 宋军 南乌北谷 孟教授 金胖子 启大使 黄甫云 苗飞飞 等一幅幅熟悉的面容 出现在了庄睿眼前 这些人像是过客 却又在庄睿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我能留给后人一些什么呢 我能在这世界 留下什么痕迹呢 缓缓地坐在了地上 庄睿把头靠在雪包身上 闻着那股子奶香味 庄睿将灵气释放了出去 庞大的灵气顺着山体蔓延而下 原本没有生命的山石 在此刻 似乎也变得灵动起来 仿佛在对庄睿讲述着沧海巨变 一万年前的演化过程 山上那低矮的灌木丛 更是散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虽然曹木尽是一丘 但仍然诠释出了生命的意义 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让庄睿感觉到了震撼 当庄睿的灵气来到半山腰的时候 那处岩壁的洞穴里 一只母雕正在喂养着四只 嗷嗷待哺的小雏鹰 幼小的生命中 透露出强烈的生存渴望 似乎感应到了庄睿的灵气 母雕将虫子塞入到雏鹰口中之后 身体出了洞穴 双翅一阵 冲天而起 不多时 就来到了庄睿的头顶处 老朋友 我来看你们了 庄睿收回灵气 笑着站了起来 此时他的心境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对生命的感悟 让庄睿知道了 自己在剩下的生命中 要追寻的目标 随着一声英鸣 小金的父亲也从山下飞了上来 锋利的爪子上抓了一只盘羊 重重地丢在了庄睿面前的草地上 好家伙 又让我做苦力呢 庄睿笑起来 一把将盘羊淋了起来 从灵气中 庄睿看到 那个登山队已经快要登顶了 不想被他们打扰自己与老朋友们的相聚 庄睿当下开口说道 走吧 咱们到山腰上去 虽然过碗瓢烧什么的都丢了 但是 庄睿的背包里还有不少调料 在一处避风的平地上点起一堆篝火 不得时 浓郁的羊肉香味就传了出来 嗨 一群吃货 一只七八十斤重的盘羊 庄睿紧紧啃到一块骨头 其余的都被白石一帮家伙给分饰了 就连一个多月大的小厨鹰都分到了几根肉丝 不过盘羊的内脏 庄睿都留给了血豹 它此时正需要补充体力 要说野生动物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 仅仅过了七八个小时 几只小豹子已经睁开了眼睛 在认识了母亲的同时 也第一次见到了日后将伴随他们度过一生的大雪山上的伙伴们 在被母亲喂饱之后 几只小雪豹居然和几只小厨鹰相依相畏地睡在了一起 这种极其荒谬却又协调无比的画面 如果传到人世间 恐怕又会引起生物界的大讨论吧 夜幕渐渐降临 满天的繁星照亮着山坡 在天空中交织出一幅幅神秘的图案 圆圆的月亮上似乎真有乌钢在发树 周围的草丛里不时窜起的野兔 让庄睿想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 睡在英朝旁边的崖壁上 看着似乎触手可及的满天星光 庄睿从背包里翻出了微星电话 给秦宣兵打了电话 他想过几天不一样的生活 以后的几天里 庄睿像野人一般 喝着山泉吃着野味 看着小豹子和初音每时每刻的变化 生命的奇迹让庄睿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动 庄哥 雪豹呢 五天之后 庄睿回到了小山村 除了身边的白狮 怀中的雏鹰 和天空中盘旋着的三只金雕之外 中人并没有看到雪豹的存在 雪豹做妈妈了 庄睿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一次分离 再也没有不舍 雪豹依然为了生存而奋斗 庄睿 却是要在这世间 留下属于他的痕迹 当然 庄睿给他的朋友们 都用灵气 梳理了一下身体 只要不遇到洛塞湖这些人类 处在大雪山食物链顶端的他们 想必可以生活得很好 刘川一把拉住庄睿 抢过他手中的雏鹰 有些奇怪的问道 庄睿 我怎么觉得 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整个人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 有那么点得到高僧的感觉呢 呃 我遇上神仙了 你小子就羡慕吧 庄睿黑黑的 你得笑起来 话声未落 就听到铁木尔嚷嚷起来 哎 我说刘川小子 快把小鹰给我 一边的铁木尔 刚才没好意思问庄睿亚除鹰 眼下看到被刘川抢去了 顿时按捺不住的争强起来 加上旁边众人的起哄 小山村里 响起了一片笑声 生活 何尝不是生命的一部分 看着面前温馨的画面 听着悦耳的笑声 庄睿搂住了秦玄冰的药汁 悄悄地退出了人群 一坐在湖边的墓椅上 嘴中含着身边人所剥的葡萄 三月的阳光 温暖地倾斜在身上 远望雪山 迎手聚一壶温柔慵懒的蓝 湖边野花飘散着迷醉的香气 庄睿不觉痴痴地醉了 幸福便是如此简单的 贵于风轻云淡见